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2月11号 欢迎来到方大言 我是方砖 那眼下大过年的 咱们聊点轻松的 您看着背景 咱们今天聊聊贾玲 贾玲作为一个中国的演员 很多海外的朋友可能不太熟悉 但是她在今天的海外的华语评论圈 可以说她的热度 一个人凭她减掉的体重 压过了整个央视春晚 在砖头的朋友圈里边 在砖头的推特这些 关注的圈里边 大部分人讨论贾玲的 比讨论春晚的那可多多了 所以今天咱们一方面 来说说贾玲 这是表面的 深层次的 我们撕开贾玲这层伪装 在它减肥的背后 其实蕴含着一些未来中国人 在这片土地上 生存求生的一些妙招 一些技巧 我觉得这个有必要 咱们把它给破解一下 跟大家来进行一个分享 好 咱们话题从不过来说起呢 咱们先说这个贾玲 抢走春晚热度 从这开始说 当然我们注意强调 它抢的不是国内的春晚热度 国内还是大把的人看春晚 它抢不走 它抢的是海外华语中文圈的热度 本身海外华语看春晚就少嘛 顺便提嘴春晚就是很多观众朋友们给我留言 说让我点评上今年春晚 那抱歉 尊头今年就不做详细点评 因为我基本上没有看 为录这些视频 我专门忍着恶心去扫了一眼 大概看了一下 我就知道它的玩法 今年确实换玩法了 今年的春晚没有像以前那样 就像前几年那样硬贯 爱党爱国啊 删情这种很脑残的方式 今年春晚可能是坏了能人了 他知道今年中国太恶心 确实是洗不下去了 他采用一种润物气无声的态度 试图从概念上 把党国和中国普通韭菜人民 融合在一起 这种玩法其实更加的无耻 也更加的隐蔽 它能够让人民不再那么恶心 就很多人说 今年春晚好像还行啊 但实际上它会达到一种效果 就是万物皆辱华 因为党 它把党揉碎了 就像你看咱们说炖肉 炖一锅红烧肉 炖一锅东坡肉 炖这玩意儿的时候 你把大料啊 把肉啊 把这些盐啊 把这些酱油都汇在一起 最后炖出来了 你能分出这碗炖肉里边 谁是谁吗 它都融在一起了 所以你反对其中一个 你比如反对党 反对中国政府 那你就是反对整个中国 华夏文明 它是一种自保的方式 这种方式呢 有好有坏 好的方法就是 让以后中国的底层 就是准确说 你看这张图片啊 就是收看春晚重灾区的这帮地区的人民 更加的爱党爱国 稳固它的基本盘 但是你看南方基本不怎么看 南方人不太好洗脑 但另一边咱反过来 它有坏处就是它的热度 没有那么高了 因为以前的春晚在海外 靠什么正热度 墙内是大家都有习惯看 墙外主要靠恶心 对吧 之前那几天太恶心了 砖头都忍着恶心 给吐槽这个事情 它是靠这个正热度 现在没有那么恶心了 也就没有这个热度了 所以让贾林儿抢走了一部分 这是咱们得说一嘴 那关于贾林儿减肥这事呢 虽然海外很多观众朋友 觉得我不关心这女演员 她到底减不减肥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但是她减肥 确实贾林儿跟人家 有些人没关系 但是她减肥的这个毅力 我想跟我们很多人都有关系 那这就说到 咱们今天的第一个重点了 就是很多人看到 贾林儿减肥之后的反应 我看到网上有很多女性朋友们 通通在什么呀 共情 在支持 在感慨 贾林儿好厉害呀 这肥肉都想减减呀 我怎么也控制不住啊 但是就看到很多海外的男性 在那里抨击贾林儿 有什么了不起呢 我上我也行 她不就是为宣传电影吗 她不就是有钱赚吗 你搁我能赚个几千万 赚个上亿的 别说减她的了 我比她减多了多 我减200斤 我减了200斤 我还能扛十里山路 你信不信 就很多这样的声音 其实这个大可不必 作为一个胖子 砖头非常有发言权 减肥对于我们来说 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 以前的很多习惯都要去改变 而且作为一个女生 女性是非常喜欢去社交 去分享的 一年的时间 为了这个电影的效果 消失在荧幕上 这是一场豪赌 有的人可能减肥了 然后被人家观众遗忘了 有些人可能 政局发生了很多事情 那么她失去机会了 但是贾玲这赌这一年 消失在公众面前 甚至都不能出去逛街去 怕被人发现 这种孤独毅力 尤其对于喜欢分享的 女性朋友来说 这是一个真的极大的挑战 就像对我们男性朋友 不让我们上网 把我们网线掐了一年一样 那简直是难以忍受 所以我首先 我是很佩服这个贾玲 她的毅力的 哪怕是为了钱 你给我这么多钱 我未必能做得到 这是一事 另外一个就是 我看到很多男性朋友 我得作为一个男性 我得说两句 承认别人的成功和优秀 有那么难吗 对吧 贾玲后面我们会说到 她可能是个 彻头彻尾的粉红 她可能未来 会继续粉红下去 甚至她可能 未来还会为党国来做宣传 但是这不能 掩没 或者不能否认 她此刻的成功 就是赞美别人 和承认别人的成功 本身也是一种成功 我希望很多海外的朋友 或者和一些中国翻墙出来的朋友 既然到了墙外了 我们要学会去 这不是什么左 或者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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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左 什么什么表 不是 这是一个人基本的品额 只不过有些人把它做得太过分了 就变成了表变成了绿茶 但我回归这件事情的本质 首先赞美别人的成功 也是一个人成功的第一步 我希望我们能够客观的来看的这个问题 就是至少像很多男性同胞 应该像女性朋友们学习学习 承认别人的优秀 至少在减肥这个方面承认它 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点 也是我的心理化 尤其作为一个胖子的心理化 如果我减肥这么成功的话 我也希望别人多夸夸我 OK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要分析分析 硬货 就是分析分析它为什么要减肥 其实这里边涉及到一些中国国运的方向和未来的转变 贾凌是个聪明人 或者说他身边有聪明人帮他出谋划策 你想想看贾凌以前走搞笑路线 其实他这个人才情和才华 怎么说呢 并不能说匮乏 但是也并不优秀 你比如说贾凌有两个精彩的瞬间 是吧 一个叫什么 这个女神和女汉子 就是春晚上表演那个 那个是抄袭人家日本的节目 几乎是一模的一样 只不过换了语言 换了演员 换了台词而已 然后他现在拍这些什么热辣滚烫 是吧 就是他新出的电影叫热辣 我不太记得了 这个电影也是改编自日本的一部电影 我都不知道日本的文艺界 养活了中国多少的歌手作家歌手 作曲家什么什么这些 真的是怎么说呢 防火墙 中共的防火墙救了多少中国的演艺人员 这个咱今天不是重点就不说了 所以假的这个人不是一个特别才华横溢的 像人家姜文那样的 不是 那么他以前走这个就变胖 是故意吃胖的 我看查了一下这个资料 他为的就是一个肉头走丑角 走搞笑路线 所以你看以前他的形象多半是这样的 通过这种方式 这种反差 说的难听点 作践自己来获得搞笑的效果 但是很快的 咱们胜上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之后 中国的演艺圈或者中国的娱乐圈 自从这个脱口秀啊 是吧 封杀啊 你看什么叫耗死 是吧 脱口秀这个效果耗死事件 那么很快的意识到 中国已经没有搞笑的空间了 所谓说的好 里儿不歪笑不来 现在搞笑 正规的搞笑 或最好笑的搞笑是 抨击讽刺 电视台不让说的内容 对不对 脱口秀嘛 就是干这个的 就是要抨击一些 我们平时没办法公开说的 新闻联播 CCTV 不让爆的 通过一些谐音梗 通过一些心领神会的 会心一笑 再加上一些扭曲 加上一些夸大夸张模仿 来起跳这样的效果 这是最高明的搞笑 但是中国没有这个土壤和市场 你让观众看不懂 他不像 你让观众看懂了 警察就找你喝茶了 那么剩下的就只有像郭德纲的那种玩法 就是说走下三路 屎尿屁 走这个低俗路线 就是郭德纲后来 以前有过 郭德纲以前有过很高温的这种段子 但是后面都不行了 后面只能找路那根 为什么 国家不让 那贾灵作为一个女生 她又不能走下三路 而这种卖丑 搞笑的这种 像这种胖乎乎的形象 也走到了一个尽头 她前面没有路了 所以贾灵这次算是置之此地而后生 她并不像很多人想的那样 好像还很悠哉悠哉的 不是的 她看到了中国喜剧的未来 所以这一次贾灵减肥 很多人都还在停留在 她好瘦好瘦的状态下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不是我给自己脸上贴心 你不信咱们走着瞧 贾灵以后的戏路 风格要大变了 你别看她这次出 这次这个电影 可能还跟以前还有一些影子 未来她才会走越来越多的戏路 而且她会明目张胆的打这个理由 就是我尝试开拓自己 但不会有人想到 不是说她减肥成功之后 她被迫去开拓自己 而是说她在减肥之前 就清楚了 她要去走一些路 所以观众朋友们 我盲猜 甚至贾灵可能在减肥之前 她做过自己的形象分析 就是她瘦了之后 通过电脑 通过AA去测算 测算她的骨骼 这样 她的脸上其实适合演什么 演爱国 演爱国题材的 不信咱们走着瞧好吧 今年是2024年大年 刚开头 我不知道您是几号看到我视频的 2号 3号 5号 某个哪号 您记住我今天说这个话 你仔细看贾灵这个照片 这个脸型 其实你会把她跟另外一个人容易重合起来 就是吴京 她这脸虽然瘦在这脸盘 但是有一种怎么呢 有一种女性的国字脸 这种脸型在未来结合中国在春晚上弄了一帮军人 上去 你说多违和 结合这种现象 她要传递什么意思 中国未来是向着打仗一步步靠近的 贾灵现在瘦下来 就意味着将来她能演军人 不信咱们就走着 我把话撂着 您记住了 贾灵未来极大的可能她会接军旅的戏 铁血柔情 没有比她这种减肥励志更合适的这种题材了 吴京现在已经臭大街了 很多粉红都不屌他了 中国也确实需要有这样的需求 在这个时候 贾灵提前布局精准杀出减肥本身是励志的 又是女汉子励志的 巾帼不让须眉励志的 这些东西 这种执念 坚韧 完全可以很容易被大外宣 被这个中宣部洗成一个形象 爱党爱国 捍卫祖国人民 伟大统一什么这样的玩意儿 您不信咱走着瞧 所以说到这儿了 虽然我们知道很多人 如果他这么做的话会看不起他 确实 什么钱呢 都能挣 但是有些人钱挣了 他会丢面子丢脸 所以君子爱才取之有道 这个咱们就不说了 但是贾灵 他的事件 我们又不是他父母 他爱挣什么钱丢不丢脸 跟我没有关系 对吗 我们只是从他借鉴上一些道理 就是你会发现 在未来中国的言论尺度越来越紧 和利润空间越来越低的这种情况下 我们老百姓要么你就是豁出脸去 去给上面当舔狗 你只要比别的狗舔的更舒服 你有可能在未来会通过舔出人头地 虽然机会不多 那另一方面 如果说你看贾灵都从知道搞笑没路子了 接下来只有爱国 只有鸡汤 只有鸡血 只有这一套路线走下去的话 那么我们普通人 我们面临的文化娱乐生活 以后会越来越枯燥 如果您是从事一些相关的行业的话 您现在应该准备好转行 或者跳槽 或者往海外奔了 有些东西玩不了了 好吗 这是它减肥所带出来的隐约的政治属性 我相信可能全网没有人 会通过我这个角度去分析它减肥的事情 它是一种策略的调整 而不仅仅是我现在嫌的没事 我减个肥吧 不是 它的身体 它的面貌是它挣钱的本钱 它的减肥本质上是一种产业升级和优化 在我们众人的不知不觉的注视着 或者说忽视期间 它完成了华丽转身 也就是完成了产业升级 那我们老百姓呢 老百姓咱们不能光傻乐 我们需要看到 我们未来需要在中国怎么样去活下去 所以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吧 老郭正记得我给大家提过的建议 就是在未来的中国一定记住 少结仇 少说话 少表态 少相信别人 未来中国的文革2.0 现在不是说来不来 已经来了 我们已经处在当中了 只是区别于它什么时候高潮到 那么在高潮到来之前 保护好自己 你看看 贾铃这样的搞笑的明星 都转的以后可能要去演这些正规的戏了 你就知道这个舆论收紧到一个何等的地步 然后别跟别人结仇 注意 一定不要跟别人结死仇 有些粉红跟你说 爱到爱过 对对对 好好好 是是是是 你看的外网一些消息 别再幻想 不能给这种粉红叫醒了 已经没有机会了 你明白吗 已经没有机会 不要再想去唤醒别人 他死不死跟你没有关系了 收起你点爱心 好吗 你看现在这个大年初一 山东 山东旅县是吧 出了个事 一个人现在有说是特警 有说是退休特久 有的是出狱人员 不管是哪个 一个人干了几十口子 这种恶性犯罪 他用的武器装备 是自己土法制造的 你说这种情况的未来 中国还会有多少 对吗 这种力气这种情况 往往其实很多是 中国的二三线城市 或者三线城市 越往下 这仇恨节的越深 所以未来等仇恨爆发的时候 这些人就倒霉的越惨 当然我知道 我录这个视频 大部分中国的乡村 二三线城市的朋友 可能看不见 但是如果您有亲戚朋友 您有处在这个位置 您可以传达给他们 您可以传递给他们 您可以忠告给他们 在未来中国一定记住 小心结仇 小心跟别人闹成死仇 不可冲突的矛盾 然后尽量的与人为善 然后把嘴闭上 这种过程 短则三五年 长则八九年 十年 应该不会再长了 中国这种非正常状态 它撑不了多久的 只需要明哲保身 普通人 咱们活下去 撑到下一个十年 最长也就是十年 也许事情会有一个 根本性的转机 不要倒在黎明前的黑暗里 这是我想给很多 咱们的观众朋友们 一个真的最掏心窝子的忠告 好吗 那今天的话题 从这个贾林开始 聊到这个最后 有一点沉重 我也不想说 这个再往下继续 大家明白我意思 咱们点到为止就好 好吗 有什么观点看法 不同意见 欢迎评论区留言 如果选择这套视频的话 欢迎您点赞订阅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